拜登和特朗普12日各自锁定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 这意味着如果不出意外 2024年美国大选将再次上演两人对决 在美国媒体的深挖下 二人背后的大金主浮出水面 他们正在幕后悄然塑造着美国的政治走向 大家好 这里是小刘播报 美国的政治选举活动啊 主要是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来筹措 及分配竞选经费的 拜登及民主党背后最重要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是一个名叫未来前进的组织 未来前进的最大资金来源啊 是金融大鳄索罗斯捐赠的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呢 在2022年的捐赠金额高达1520万美元 索罗斯大家都知道啊 但如今呢引起媒体特别关注的 是排在他之后的第二大金主 2022年一个名为BMC4协会的非盈利组织 向未来前进捐赠了720万美元 而该组织为二的高管呢 是一对夫妻党 丈夫名叫詹姆斯迈克莱夫 妻子名叫艾米利伯杰 二人就职于纽约曼哈顿一家贸易公司 美国媒体深发发现 这一对新贵夫妻啊 不仅仅是人工智能公司的投资人 而且呢还热衷于虚拟货币的交易 近年来对联邦政府的数字货币政策兴趣浓厚 甚至曾经呼吁美国证监会 将比特币纳入纽约证券交易所 这些年他们逐渐增加政治投入 成为一些进步派民主党人的头号金主 说完拜登背后的金主 咱们再来说一说特朗普的 CNN近日就披露说 美国希尔列这家公司 通过旗下的基金会 在过去的十年间 向美国各保守派非盈利机构 捐出总计两亿美元的政治现金 其中一家受益的组织 由特朗普政府的前官员运营 甚至已经开始制定计划 和起草潜在的行政命令 为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做准备了 特朗普背后呢 还有一个名为 美国第一工程组织的非盈利机构 这个机构呢 就是典型的黑金机构了 在2020年的大选中 它筹到了5100万美元 这笔巨款呢 被分别汇入一系列的兄弟单位 大选机过后 它的账免资金呢 就从数千万美元 骤降至33美元 目前未来前景已经宣布 今年要开展政治行动委员会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政治广告活动 对于拜登和特朗普来说 谁的财力更雄厚 谁就更能在未来几个月 获得话语权 而对于那些大金主 用密歇根大学学者 加林霍尔的话说 在美国的选举筹款制度下 有钱人即便辞世多年 也仍然能够对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